台东43户安居家园新建工程 县长黄建廷希望解决弱势基本住宅的需求 推出台东县社会住宅 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幸福有感的城市 3月1号上午在中华路一段111项项底举行 由县长黄建廷亲自主持 包括有国有财产署台东办事处主任肖辉俊 县议员洪宗凯 县府建设处处长吴庆荣 社会处处长曹建秋等人 安居家园赞 今天这个案子是有别于幸福处长 幸福处长是我们只卖不租 那我们有努力到可能也有一部分的乡亲 他是只愿运租 他不见得有票码 或者不见得有能力来码 那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第一个社会住宅的案子 在这里我们将投入17000万 总共要大概43户两户 社会住宅宗旨不仅是提供弱势者来居住 希望用适度分散混居的模式 可以提供刚入社会的年轻人 或者是单亲、妇女等族群 可以在人生过渡期用平价租到一个适合的安身住宅 未来将会有两房型33户 三房型10户 总共有43户的优质好宅 未来现在应该在更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推出指数不卖卖这样的一个方案 除了盖息的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亲一亲我们现有的这个 闲置的宿舍 闲置的这些空间 这当然也要陪我们国产学者朋友一起来同意 希望可以让县民朋友能够享有合理优质的居住环境 也欢迎县民朋友询问与登记 东台湾新闻网记者高志远在台东市的测试报道